这一节的话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市场营销的相关岗位 大概的有效收集数据是4818条 主要的一些岗位我们看什么呢 市场总监经理专员组管助理品牌推广 SEO这些岗位 我们先看一下城市的一个分布 城市的一个分布的话 这次我们看到市场营销这种岗位 它的城市的一个分布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集中的 我们看这四个点 一个是上海武汉广州跟深圳分布 在这四个点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的集中的比其他的一些城市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海的一个平均月薪是14000左右 深圳是13000 广州11000 武汉大概是10000 就大概从这几个点的分布来说 在上海的市场营销 相对来说会工资高一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的是行业 我们来看一下行业 主要就是我们看的就挑了几个行业 一个是计算机软件 电子技术半导体 快销品和互联网 薪水的平均薪水 大概都是在13000到15000之间 规模还是千人以下的企业会比较多些 千人以下的它的一个平均月薪就12000左右 1000到5000是15000左右 类型的民营企业是为主的 平均月薪是12000左右 外企平均月薪会到15000 工作经验还是有5年以下为主 大概就是1234年的会比较多 月薪是11000左右 学历是大专根本科都是为主的 大专就是1万出头一点 本科是16000左右的样子 这个就是市场营销岗位的一个薪酬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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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